今天帶各位來到這一家 美美的吐司專賣店 看到店家不停的製作餐點 就不難看出 熱力吐司的人氣了 一開始我們其實在家做了一年了 對 然後一開始是 因為以前媽媽都會用 燕奶油吐司跟我們當早餐 然後因為媽媽本來就是比較 溫暖的個性 然後也是會分 就是會多烤一些給同事 然後大家都滿喜歡 像我們最近的就是燕奶油吐司 然後其實就滿簡單的製作方法 然後跟抹上滿濃郁的奶油 但是就是我們吐司算是烤的內軟外酥 因為我們全部吐司都是以 鹽奶油吐司為基底 對 然後所以 像甜的跟鹹的也都吃得到奶油味 然後像鹹的吃比較飽的 我們也會推薦松露蘑菇馬鈴薯 對 我們是全部做淡奶酥 對 全部是淡奶酥可吃 然後松露醬的部分 也是選淡奶酥可吃的 對 是素食的 然後配上現烤蘑菇 跟很綿密的馬鈴薯泥 口感整個很香 但是很綿密 就是可能像我們以前 我們家滿喜歡在外面吃 義大利麵很喜歡吃松露口味 然後所以 可能因為這樣 然後想說可以把它 融入在吐司裡面 這裡的吐司都是用鹽奶油 為基底來製作 但是店家還有一道 也是大家小時候會吃到的口味 只不過加入了鹽奶油的元素 讓這口味多了一些層次 然後像甜的部分 因為烤煉乳滿多人喜歡的 也滿兒時的味道 就是因為煉乳大家小時候會吃嘛 然後我們又是把煉乳乳 放進去一起烤 所以它又會有焦香味 對 然後又配上鹽奶油的味道 就是甜甜又鹹鹹的 也不會說很膩這樣子 然後像飲品的部分 我們也非常非常推薦植物奶 就是算是推廣 想要多推廣植物奶 取代牛奶成分 然後像主推燕麥奶奶店 就是沒有牛奶成分的咖啡 它的口感就是 不會說很濃稠 然後但是也不是說 很淡很淡的味道 就是介入剛剛好 然後配上咖啡就是完美 喜歡吐司的朋友 這家位在玉成路的吐司專賣店 絕對能讓你對吐司料理 有著不一樣的想法喔 記者許淳青 周福慶採訪報導 有hr 周福慶採訪報導 你以為你充滿滿世界的 外國很多人 就不會說是沒有 我真的過來 現在是信任的 就是那個力標的 全部裁判